大家好 我叫赵超 我是周洪亮的徒弟 你好 这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您报上来的这是什么 这个呢就是我们 周洪亮专心工作室的一个发明 它的名字叫 智能轻障机器人 叫智能轻障机器人 就是它清除什么障碍主要是 这个工具主要是 清除我们导线上的一些义务 比如风筝线 还有一些塑料薄膜 因为它悬挂在导线上 有可能引起我们相同的故障 以前我们就是处理这些义务 需要人爬到塔上 然后用绝缘绳进行摩擦 现在用这个以后 就减少了人工作业的一个风险 就是人不用再爬到塔上去了 对 就是把这个东西 直接挂到导线上 让它通过这个导线里面行走 就是这样 它也是交替了去行走 行走的同时 它可以转动这个刀头 我们在下面就可以操作 它可以调节上下 以这个遥控多少距离可以 这个遥控在一公里左右 都是可以的 这么长呢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 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的劳动强度 其实这就是你在实践工作当中 遇到了很多就是觉得自己平常 可能觉得比较难对付的一些事情 然后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减轻工友们的负担 所以做了这些发明创造 来问一下赵超 就是你是周师傅的徒弟 对 跟他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其实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周师傅这个班族 现在也成长为一名班长 我负责的就是我们秦岭东边太白山区域 而周师傅负责的是秦岭西边嘉陵江区域的 线路巡视工作 其实我们也就是肩并着肩 从事的是同样的一个工种吧 我觉得你们这个现在的工作条件 可能比周师傅那时候要好一些 对 我们现在像 对于我们电网的这个 前期的它这个设计水平高了 还有它那个现在设备的质量也更好了 再加上我们网上公司近年来 对这个新科技新设备的投入加大了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周师傅说他有个愿望就是 能在电脑根线点一下鼠标 就能看见这个设备的状况 然后我们现在也实现了它这个愿望 我们通过在我们一些重要的干塔上 加装一些视频 通过无线传输 来做到这个远程监控的作用 还有就是我们使用的一些无人机 通过无人机飞到干塔的顶部 来当我们寻线工人的一双眼睛 来发现一些我们在地面 难以发现的一些缺陷 也就是时代进步了 技术发展了 对 可能不像以前那样 我们光是通过这样一步一步 去丈量去巡视 所以我发现一个特点 他们俩的鞋都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 能比周师傅当年的工作量 能少了三分之一 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的改变 技术的进步 还有你们的设备的更迭 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没有变的 我觉得吧 你像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我们周师傅 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平常 很朴实的一个人 然后跟他在一起相处了六七年以后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执着的一个人 就是他这些老一代电力工人身上那种精神 我们希望他把它保持下去 你像周师傅 以前跟我说的一句话 就是宁可十年不将军 不可一日不拱足 我们宁可一段时间内没有什么成就 你也不能一天不努力工作 就是工作不是为了 我一定要获得 对 什么样的多大的荣誉 但是我可能要在每一天 踏踏实实的那个点点滴滴 都是我要做好的 对 我作为新一代的先龙工人 我们应该发挥我们年轻人这种想法多 点子多 接收新事物 这个能力强的这个优势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要传承像我们周师傅 老一辈这种先龙工人 吃苦耐劳的精神 就让我们先龙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吧 那说到最后 想问一下两位 你们觉得身处的这个时代 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先龙工人 就是要把自己的岗位来守护好 我要感谢我的老一辈先龙工 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同时我要感谢科技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 科技的发展水平 再一个我要感谢下一辈们 他们能把这个接地棒继续接下去 我觉得我们先龙工 就是把鞋传来 把陆照亮这种精神 要延续下去 谢谢